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当然是善於立間, 重善如流 換句話說, 真是聽話 但是在我看來 秦皇孫絕非言聽繼從之人 早晚有一天, 我會讓他聽我的話 李先生, 我看你這樣是犯夢 我是你的主人, 不要隨便頂罪 因為飽受歧視的雙人身分 令呂不偉從小就聰穎博學 性情堅毅 但是又機智奸繳, 陰狠冷酷 為了權力, 不惜犧牲所愛 將經營歷史當成一種人生 一種追求, 一種事業 目標就是成為人相仁 我們三人從未互通消息 卻是殊途同歸 這才是真正心意相通的自己 黃孫, 經過此事 你不要再拒偶於千里之外吧 原本呂不偉和皓蘭 以合作夥伴身分相稱 但同事一直在背後幫助皓蘭 度過種種難關 二人由交易的情感 發展成為開不了口的愛 到後來, 讓愛的心痛 以及時勢帶來的恨 令到二人愛得痛苦 遠比嫌棄當中 乾隆對嬰樂的愛更加複雜 那一種消息 一種消息 明明在有今晚 寶寶中 居然未曾有 一種消息